车子如果正常开 每公里花费只有2块钱 开车成本是比打车便宜的 但如果只是上下班代步 每公里成本会上升很多 开车一年亏的钱 足够打车上下班2年了 就像饭店开业订菜价 会把员工的工资 饭店的这种电费 场地费 固定费用都是算在菜价里面的 车子也是一样的 保险费 停车费 都是要算在每公里的成本 摊进去的 950块钱交墙钱一定要交的 商业鞋买4项基本鞋 三则买个50万 很常见 第一年4600块钱 车穿税保险公司代交 那么加起来6000的样子 然后找了2016年 汽车消费群体研究报告 它上面说 人均每天行驶是49.2公里 一年开17958公里 差不多一年开1.8万公里 那保险费均摊上面的 每公里就是3毛3分钱 停车费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上海这种比较贵的 外滩半岛酒店 一个小时60块钱 那上海其他地区的话 这个停车时间呢 15到60分钟之内 免费的停车场也是有 那一般一二线城市 租一个固定车位的话 300块钱左右 再到其他地方跑跑停停车 那差不多一个月400块钱 是不过分的 比较保守的算法了 一年14800块钱 平均下来每公里的话 停车费2毛6分钱 洗车总要洗吧 一个月洗一次一次30块 一年360块钱 那么每公里是2分钱 车子会越来越便宜的 要折旧的 对不对 你卖二手车 第一年买来是10万块钱 第二年不可能卖掉 也是10万块钱 对不对 基本上前三年 每年要折旧15% 后面呢 每年大概要折旧10% 第三年是第二年算上15% 第四年是第三年算上10% 是这么算的 你不能每次都是10万块钱 15% 15%这么算下去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那么平均折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每公里是5毛5块钱 那么这些固定费用加在一起摊 每公里1块1毛6 那继续拿那个开饭店来说 你除了这种房租水电 基本工资之外 做的好的伙伴 是不是要给一级提成 要有奖金呢 那通常是按照营业额来算的 对不对 车子里面也有做得越好 跑得越多越贵的费用 第一个就是油费 对不对 它和里程是最紧密相连的 那拿个10万块钱 相对销量比较高的车子 你比如说朗逸 1.6自然吸气 337个样本给出的 平均百公里油耗呢 是6.59升 英朗1.5升 1839个样本 平均油耗呢 是6.49升 按百公里6.5升嘛 差不多就这个概念 92号油 按每升7块2来算的话呢 100公里油费是46块8毛钱 那差不多是4毛7一公里 那还有呢 保养对不对 你也是跑了越多 保养支出越多的 对不对 那朗逸前10万公里 保养合计费用呢 是15641块钱 英朗前10万公里 保养费用合计呢 是15083块钱 这个级别的车子 差不多都在1510万公里 那算下来的话 每公里是1毛5分钱 那还有的 你开开轮胎 是不是要磨掉的了 刹车片是不是要磨掉的了 你手动挡 有可能还有个离合器片 对吧 那这些易损件 它换下来不是免费的 也要算钱 那么轮胎呢 寿命一般是5到10万公里 4条轮胎总价2000块钱 在这个级别价位 平均每公里 因为轮胎的磨损 大概花掉三分钱 同样刹车片 离合片岩 这个算的话呢 一公里大概是6分钱 那么里程 对不对 你这个卖二手车 我一个是两年3万公里 一个是两年20万公里 那肯定是20万公里 那个卖的便宜 对吧 也是要折旧的 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选二手车 主要还是看年限 因为你公里数长 搞了不好 你开高速路况好 车况说不定 还比这个公里数低的 要来得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有些地方人家 还会调表或者怎么样 基本上呢 多开1万公里 车子在残值的基础上 会再下滑2%到3% 那么一辆10万块钱的车子 开1公里折旧呢 大概是1毛到2毛钱左右 那我们折中算个1毛5 那么一辆10万左右的车子 每开1公里预外的费用 就要8毛3 那说这么多 开1公里到底要多少钱 正常开车1公里2块钱 如果车子买来普普通通的开 每年呢开18000公里 按照上面算的那个结果 汽车的固定花费均摊呢 1块1毛6一公里 那每开1公里 额外的费用呢是8毛3 开1公里合计要1块9毛9 算2块好了 对不对 那我杭州这边的话 出租车每公里是2块5 那这开车成本 是比打车要便宜的 而且你自己开车 说走就走 对不对 那相对来说的话 等车啊 轿车的那些时间 你也省下来了 我们不较争 你还说什么停车难停 或者打车有折扣 我们就先不算了 那刚才说的是 要开到18000公里了 如果只是上下班 带带步的朋友的话 每一公里要亏4块5毛钱 成本会贵很多的 2017年百度地图 有个研究报告的 即使那个通勤距离 最远的北京来算 单程通勤11公里 上下班加起来22公里 一年250个有效工作日 只能开到5500公里 那养车固定费用 摊在每公里上的钱 就增加到3块7毛钱了 你再把一公里 产生的额外费用算上去 合计每开一公里 要花4块5毛钱 这每公里的花费 接近打车的两倍价格了 如果买车 只是为了上下班带步的话 你开车一年 有可能要亏钱 这个钱有可能是 底上打车的两年的费用了 那车子经常开用的多 那就相对会比较实惠 但有时候 我这个实际情况 还真的就是5000公里 都是开不到的一年 那这个时候保养怎么做呢 4S店有的说 你三个月去 两个月去 一个月去 半年去 问题不大的 到底哪个才是靠谱的 哪个才是对车子最好的 我去4S店排队 排的老长 排到了服务业一般般 价钱还不便宜 我手保做完了之后 我还要不要再去4S店做保养 我如果不去4S店做保养 我会承担哪些风险 有些4S店不是说 你走 你滚 我以后不管你了 哪些项目 我在4S店做 他也是不管我的 全部给你把资料整理出来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保养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 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这个保养 还有这个质保 是很有讲究的 刚才说了一堆 第一次做完之后 后面要不要去其他地方 那为什么第一次 一定要去4S店做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保养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